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们娘儿俩 从来都没有好好地 讨论过这事 你是怎么想的 妈 我呢 跟您一样 都非常爱爸爸 随着当年出事了以后 我跟你一样 我也接受不了 这件事情是个意外 他不可能是个意外 妈 当年调查这件事的人 是宋局 您怎么能怀疑 他是敷衍调查吧 宋敏他不会 安安 你相信妈说的话吗 妈 我知道 当年爸出事了以后 好多人都觉得 也是接受不了 这件事受了刺激 精神失常 但我相信您的敏锐 我也相信您对这件事情 这么多年以来坚持 一定是有您的理由 所以呢 也请您相信我 我从来都不觉得意外 是这件事情的结果 我也跟您保证 我不会放弃调查这件事的 很多的案子呢 线索都埋藏得特别隐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断有新的证据 会浮出水面 说不定 爸这件事 也会有其他疑点的 妈 您要相信 正义有可能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我已经把毛发样本的检测报告 交到前厅手里了 我们在等消息的同时 也要积极地寻找别的突破口 马上 鼎华那边有什么东西啊 鼎华目前所有的精力 都在运作新品上市的事情 最终数据很快就会核算完 之后就会送到生产厂家 然后进行临床验诊 为了这个项目 鼎华其他的工作都得靠边站 甚至包括 邹教授的DS材料 人工合成技术 我一直好奇一个问题 你说 如果说邹教授的研究 还没有全部完成 那间谍组织为什么要 这么早就展开行动 他们现在根本 偷不到最终数据 一旦最终数据成功发布好 所有专利都会规定化所有 之后如果再想盗用 就会面临巨额的罚款 以及没完没了的官司 我相信 没有任何一个买家 会去竞标一个 已经注册过的技术 懂了 那邹教授的项目延后 不就给了对方 更多作案时间吗 我们还是回到当下吧 郁浩然那边 有什么动静 郁浩然这个人 他背后有庞一山撑腰 加上自己本身能力不差 我认为 他当选助理的位置 应该有九成的把握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还是没有从 郁浩然身上找到 什么重点的嫌疑 当然 他私自更换硬盘的事情出来 先不说这个 假设 他就是咱们一直在找的那个人 咱们要用什么办法 来逼他露出马脚 我现在有个大致的想法 只要邹教授肯配合 他一定会有所行动 走了 老邹 好 好 宋先生 怎么了 我想跟你聊一下安静父亲的事 查到线索了 当年救助梵德威女儿的那家慈善机构 背后也有赫尔莫斯的背景 那家跨国企业 不可能啊 当年是我组织的调查 不可能漏掉这么明显的疑点 资助那个慈善机构的 是一家北欧的小公司 事发两年之后 赫尔莫斯才真实地收获他 您当时不可能查得到这个 但是 只查到这个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现在有一条 关键的线索断了 需要您的帮忙 帮什么忙 查到那个赵氏司机樊德威 已经刑满失放 但是完全找不到这个人 我和杜某 现在所有的经理 都在专案组这边 宋君 我们需要您的帮忙 行 听我的消息 谢谢总局 谢谢您的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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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喂 喂 是我 我听说阿姨情绪特别不稳定 你在陪她 她还好吗 现在已经平静了 为什么会突然情绪不稳定 我最为了少少点 出声的 你今晚老油 你要相信我们 一定可以查出真相 你说得对 早点休息吧 别想太多了 我确实累了 那你也早点休息吧 早点睡了 晚安 晚安 早点休息吧 勇哥 这个出国留学的日子 我打听好了 咱们这边订金 什么时候能付一下 它那边催得紧 咱们这边得稍微快点 要不然错过了 就得等一年 勇哥 这个出国留学的日子 我打听好了 咱们这边订金 什么时候能付一下 它那边催得紧 咱们这边得稍微快点 要不然错过了 又得等一年 小阳 这麻烦你 能不能得帮我拖一下 这要这么多货钱 我这一吃半会儿的 我得想办法 麻烦你了 那怎么听说 你从鼎华辞职了 叫它 来了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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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召集大家来开这个会呢 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 研发部门的核算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 今天早上已经送到各个厂家 成品很快就会进入临床验证阶段 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感谢一下邹教授 为了项目的顺利推进 他不遗余力地给予我们支持 甚至推迟了自己的研发项目 当然了各部门的管理人员 还有工作人员也都很辛苦 等这个事情告一段落呢 苗总 你们行政部门安排一下 组织各个部门轮流出国团建 带大家放松一下 我个人认为啊 这次项目核算的主要负责人 郁浩然工程师功劳确实不小 关于邹教授助理这个职位 我们管理层的意见也已经出来了 我们一致认为郁浩然非常合适 能胜任这个职务 邹教授您的意见呢 我用谁都可以 我觉得研发部的几个年轻同志 都不错 我对用谁不用谁 没有任何意见 那好 这事情就这么定了 恭喜啊 郁公 这等于升职了呀 这算是直接参与了 DS材料人工合成的项目了 郁公 以后遇到我们啊 可别装作不认识啊 瞧你这话说的 就算我去给邹教授当助理 那其实跟大家 还是在同一个部门啊 都是评级 那还不得庆祝庆祝 晚上我请客 好 好 好 来 来 成功的 一个人在这儿思考人生的 我以为我自己根本不在乎 其实还是放不下 如果我是输在专业上 既不如人物 那我无话可思 但恰恰是输在没有背景 也对 早就应该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那你打算怎么办 辞职 不干了 辞职啊 不至于吧 现在外面公司都一个样 别的公司什么样我不知道 但我对鼎华算是彻底失望了 我来这儿是来做技术的 我靠本事吃饭天经地义 但就是因为我不喜欢站队 庞一山他们对我处处排挤 你说我还有留下来的必要吗 当然有必要了 程雷你真的打算离开鼎华吗 我基本上算是决定了 我如果是你我肯定不会走 对 你有一个做高管的姐姐 我没有 其实我来鼎华 我姐是坚决反对的 是我拿离家出走威胁她 她才同意我参加面试 就像你们马上她也知道 我之所以一定要来鼎华 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这儿有最好的技术 留在这儿我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我有更多的机会去证明我自己 我知道你们都拿我当小孩 可是程雷 连这点道理你都想不明白 你还不如我这个小孩呢 你要是走 我就跟你一起走 你 你都跟你随着 你自己随着 是这样的 在你的当中 你从两个证明里 不是这样有什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明镜要一些 还有一个园篇 你女儿 кто 你这都是三位 别说我也得找机会 这帮人今天都住到 我家里去了 我到时候我要还不出钱 他们一定会弄死我 你这次一定得救救我 真的 要不然我没办法 你躲得过他们 你躲得过警察吗 你别忘了 你还欠着鼎华一笔钱呢 你这一走 那边肯定报警 可怎么办 贺总 这样我完了 我死定了 服务员 上点茶 加点点信 贺总 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 给我一次机会 机会 给你什么机会 我们合作 虽然我已经离了时 但是我很多关系都在 不光是鼎华的 所有跟我合作过的公司 我都特别收 您上次给我指的路 我也想明白了 哪些钱别人能赚 我凭什么不能赚 贺总 我都到这份上了 你让我们做什么都行 真的 郁浩然已经成功地 当上了助理的位置 接下来 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试探了 好 我会先去跟宋局说 让他跟周教授打个招呼 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只要是安全方面的事 周教授一直很配合 我说句丧气谎 如果郁浩然 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怎么办 通过这段时间对他的观察 怎么看也不像是能 潜伏那么久的人 莫尚 不是还有一个人 您一直挺感兴趣的吗 那个程雷 程雷这个人 我倒是观察了很久 但是并没有什么发现 而且 他今天因为职位被抢 差点辞职了 苗霏最近怎么样了 苗霏最近格外平静 格外平静 贾长安跟周恋 都是他最亲近的人 两个人各自心怀鬼胎 还落得这个下场 他爸爸也出事了 他怎么会格外平静的 现在苗霏的状态 我还真是拿不成 而且他最近不怎么跟我接触 不过还好 他的妹妹苗露 刚进入鼎华 这姑娘 可是一个藏不住心事的人 我可以从她那儿得知消息 对了 阿姨怎么样了 家里没什么事吧 没什么事 放心吧 请问你有预定吗 要来要 那你里面请 快 快 快点 来了 勇哥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好 这是我的好朋友张老师 做留学顾问十几年了 傅老板 他的女儿傅孟瑶 您好 张老师 我是傅老师 您好 您好 偏巧啊 我刚从一家留学机构回来 人家是我的事了 困难 以后还真的指望您了 现在很多留学机构啊 都是拿了钱不办事的 这是 我看您女儿很聪明 我觉得这事啊 没有什么困难 那太感谢了 老张 你先带她观景城那边了解一下情况 我跟四老板子聊点事 好 小姑娘 在那边坐吧 嗨点 把手机放下 那没规矩 让他们聊吧 您放心 勇哥 有我这朋友出马 没有办不成的事 好好好 还有一个事 其实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林叔 那天您不是问我 是不是从鼎华离职了吗 我那天刚好临时有急事 一直没回复您 我呢 确实是跳槽了 现在在一家新的公司工作 真的 一定是升职了吧 要不然怎么会跳槽呢 这个人往高速走嘛 现在混了个副总 那以后就得管你叫杨总是吧 勇哥 你可别笑话我了 我现在这个公司叫星创科技 也是做跟DS材料应用相关的生意 有机会咱们可以合作一下 对对对 还必须的 必须 必须合作 不过啊 洋洋 这个你知道啊 我跟那个鼎华已经合作好多年了 现在突然要跟别人合作 给我把庞总他们高兴 是 你一句都不会吗 那你总该了解一点相关文化吧 好 你用中文跟我聊聊也行 英文我还是会一点的 比如 拜拜 瑶瑶 好 回来你 勇哥 这是怎么回事 老张 你怎么去 朗旭啊 我还有点事 那我先走了 对不起 不好意思啊 张老师 我回头给你发电信啊 老张 这 这太尴尬了 你说这 你坐坐下 勇哥 你坐坐坐 这叫什么事 糟了 什么孽啊 你说现在养个孩子容易吗 知道 现在这孩子 他这个年龄 正处于这个青春叛逆期 我都懂 你别着急 我还有一个更靠谱的朋友 咱慢慢来 谢谢了啊 喝点什么 不用了 不用了 服务员 服务员 他在做什么 他跟Yang 看来他用他 给他资料资料 似乎我 我脱口的迷惑 是在做什么 那是好事啊 老师 你觉得你能成为这个 傻子吗 脱口的迷惑 你认为他能看得到 他不能透露 他不一定 我说 我说 我已经有年纪了 他比较高 更加热 我感觉 我感觉更加热 更加热 我感觉更加热 我感觉 明白 我感觉更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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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有好多 演员 我感觉这些热 我感觉这些热 我感觉有些热 这是不我不能 我感觉你 我感觉你 很难轻易松口跟我们合作 这事不着急 好事多磨嘛 是 至于他女儿的事 我会想办法搞定 到时候别提我 让他记你一个人情 好 对了 那些追债的人还跟着你 这个事我还得多谢您 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 打住 你可千万别误会啊 我只是跟赌场的那帮人 打人招呼 说宽限的一些时日吧 并没有帮你宽限 我们现在的关系呢 是合作伙伴 身份是平等的 你千万别觉得 亏欠我一个人情 其实 您越这么说 这个人情我越得记下 您比外边那些笑面虎强多了 我也想得通 只要咱们这位合作 合作成了 我那点外债算个屁啊 在ÜL 对 怎么了 找到了 这么拐 现在即可去找他 现在还不行 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但是我感觉鼎华这儿出事了 我这儿刚想打听 你的电话就来了 那这样 你办你的事 我直接去找梵德伟 你先别着急 我们先想好策略再说 当年的意外 是法律上都承认得了的 我们真没有任何把柄该穿 你想套他的话 真没这么容易 行 那今天先这么着 拜拜 这事你知道了吧 知道什么 紧急会议 出事了 不许可认识 苗总 到底出什么事了 送去临床 验证的医疗器械出了问题 医疗事故 那确定是我们公司 产品问题吗 还不知道 不管是谁的责任 鼎华肯定是遇到大麻烦 医院那边有消息了吗 暂时还没有 应该不会这么快的消息 不是吧 郁公 有件事情我需要你解释一下 今天早上我接到消息 我们的医疗设备 在临床验证的时候 出现了医疗事故 而且不止一家医院 核心设计的数据参数 是你带人去核实的 林总 这不可能啊 原型模拟机测试的时候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而且这些核心数据 都是经过我反复的教议 那总不能越改越错吧 这些肯定是生产方的失误 这个我当然会就核实 不过核心原件的生产方 跟全世界知名的研究所 都有过合作 从来没有过任何问题 这些肯定是 林总 我这边也不可能有问题 你去把周教授和王公家来 余公 你先回办公室吧 你说得对 在还没有明确是谁的责任之前 我不该无端指责你 是我的不对 余公 这件事情要做到严格的对外谋密 林总 这件事情我觉得 除了要查明原因以外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先得把这件事情压下来 千万不能让媒体曝光 这要一曝光 对我们影响可太坏了 林总 已经来不及了 鼎华推出的所有项目 每一个步骤都有严谨的后查机制 这次出现了问题呢 我们一定会积极地配合 有关部门调查 那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呢 帮我接通马上的电话 这个我们还得跟相关部门协商以后 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那打算怎么解决呢 无论怎么解决 我都希望大家 不要去轻信那些 道听途说的言论 喂 马上马上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现在一团糟 林总正在应付记者 我知道 我们这边也在看 鼎华有什么应对的办法吗 目前还没有 我总觉得这次的事情 竟然是针对鼎华的一个阴谋 事情刚发生不久 还都没有调查了 所有的消息都指出 是鼎华的产品出了问题 我觉得你分析得很有道理 我怀疑这次事件 就是密钥世界的后续 郁浩然泄露的信息 很可能就是 医疗器械的相关数据 可郁浩然的目的是什么 他好不容易才当上 邹教授的主理 这次出事 他的前途肯定就毁了 这样 我们先调查鼎华合作的厂家 还有初始顾的医院 消耗策略 好 我们先把相关工作人的 资料找出来 具体怎么实施 等你回来再定 去找资料吧 我再给你 我再给你 天天搞这些假大工的东西 我就知道早晚要出事 公司做这么大 难免会出现问题 看来鼎华这次 要栽一个大跟头了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一直半会儿还拖不垮他 不过 鼎华要是不栽一个跟头 我们也不会有机会 这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你不觉得 现在是时候再联系一下 副大勇那边吗 他是个聪明人 鼎华出了事 他一定会给自己找到后 你怎么回事 何总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电话要出事了 不然上次傅大勇 不肯跟我们合作 你一点也不着急 抱歉啊 接个电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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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 li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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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DS人工合成技术 我知道了 之前讨论过这个 一旦合成技术得到完全印证 并且申请了专利 再窃取它就没意义了 这个我不认同 DS材料在精退制导方面的价值 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 就算鼎华申请了专利 也阻挡不了别人 为了战略层面的意义 进行盗用 但是 就目前我们掌握的线索来看 对方并不是一个 国家级别的间谍组织 所以 他们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盈利 如果盗取一个 已经申请了专利的合成技术 那会极大的降低他们的收益 说白了 他们损人是为了利己 安静 工厂和医院那边的责任的人 查到了吧 查到了 分头行动 尽快确定事故的原因 掌握了这个 我们才能做出下一步的安排 明白 看我们的周期 我们现在在身边的 我们公主的男主 都在各式的交据 我过来了 好 我们跟他 的代表 的代表 在走右边之后的对他 来说稍微有点损 是因为左脚还能够撺 这个球 可惜没能过去 但已经听到了 旁边 手面中 张湖海 爸 你这是怎么了 又跟我妈吵架了 吵架 你妈现在本事大了 我哪敢跟她吵架呀 你看 这儿还不是吵架了 我妈她人在哪儿啊 不知道